远吉亚 儿臣在 这次洛阳一行 你做事干净利索 有做大事的风范 不愧是我的好儿子 父皇没有看错人 儿臣谢父皇夸奖 大唐一统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儿臣正是时刻牢记这一点 所以才有力量战胜一切 得胜归来 都听见了吧 以后要像三王子一样 心中时刻记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宴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齐心协力一统天下 父皇 三弟平定仲返王得胜归来 确实可惜可贺 不过有一件事情 儿臣还是非常的担心 什么事情 回父皇 仲返王虽然呈上降书 但是并没有亲自到长安归室 这说明他们心中不服 现在纵虎归山 只怕会再起兵祸 二哥 你也太多虑了吧 当时你也没在场 你怎么会知道仲返王投降的情形呢 更何况如果他们不服 我们可以出兵去打他们嘛 三弟 我是为大唐的设计着想 天下多年来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要是现在贸然出兵的话 那老百姓岂不又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 那我们之前努力推翻暴政 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了 我们之前的努力 二弟 你最好搞清楚 这是元吉的努力 没你什么事 二弟 我看你是嫉妒元吉的功高 借口想灭他的功劳 大哥 你误会了 世民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说的比唱的好听 世民 你想的太多了吧 哥凡王的详书都摆在这 黑字白纸都写得清清楚楚 天下英雄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可是父皇 好了 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 此次得胜 的确是大快人心 等一会儿 我要设宴 好好的庆贺一下 为我的儿子 元吉元霸 解封喜尘 元霸呢 对了 元霸呢 刘大人 快快把元霸请来 朕要重重的赏他 皇上 这 父皇请节哀 节哀 节什么哀 元霸他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风雨雷电的天气 四弟他不幸被闪电击中 尸骨无存 什么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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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 二殿下 我父皇的病怎么样 太医说 只是一时急火攻心 休息一阵便无大碍 这就好 这就好 二殿下 要是没事的话 在下先行告退了 刘大人 你告诉我 元霸他 到底是怎么死的 就如三殿下所说 被雷电 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回城 为什么雷电 变变变的一个人呢 不瞒您说 刚刚在朝中 我见您眼光有些异样 我想 这件事情 一定有蹊跷 大人 您就告诉我实情吧 二殿下 你不要再为难我了 我 真的是不便开口啊 可是元霸是我的亲兄弟 我不能让他死的 不明不白啊 大人 请你告诉我实情 我一定严守秘密 被泄露半句 二殿下 这件事压在我心里 也挺不安啊 二殿下 乃仁义之人 我就不再隐瞒了 四公子元霸 是被三公子所害 什么 那会是他呢 大人 快告诉我实情 此地不宜说话 他会隔墙给我 二殿下 请随我来 好 你怎么能为元霸这样啊 大哥 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 没想到 他真的跑去和雷电影拼 结果 就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他十足是个傻蛋 元霸是傻 可他毕竟是咱们兄弟嘛 大哥 其实这个事情 换个角度来说 也有好处 死了个兄弟有什么好处 难道我死了 对你也有好处 大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来来来 坐下来 听我好好说 大哥 我跟你的感情 诸如元霸跟市民的感情 万一将来 我们跟市民有冲突的话 元霸必定六亲不认 对我们有所不利 元霸现在死了 也等于除去市民的一支右臂 要是以后 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 我们也少一个威胁 感谢观看